当我哭泣我,没有鞋子穿的时候,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,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。 你懂吗?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,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,乃至于珍惜生命,不了解生命的人。 生命对他来说,是一种惩罚。 二十五点停止是苦恼的原因。 放下秦职,你才能得到自财。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。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 二十七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,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。 是可耻的。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。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。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,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。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。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,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。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,应他香水是不会香的。 名声与尊贵,是来自于真才识学的。 有得自然香。 原谅别人。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。 以便回旋。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。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。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。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。 无药可救。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。 要编造实际谎话来弥补。 可苦呢?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。 无所事事。 就像犯了贴到罪一样。 三十九点广结众缘。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 四十点审默事毁谤最好的答复。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。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。 便拥有了一切。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。 走势必然的。 所以你必须。 随缘不变。 不变随缘。 四十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。 你才能超越现实。 四十六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 你骗得了别人。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。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。